1992年的11月 这时候呢 意大利的政府突然提出来了一个提议 说呢 他在中国的那个意大利大使啊 罗西 再加上一个外交部亚洲局的局长菲尼 想要呢 到平壤来访问 讨论一下呢 两国的这个关系发展的事 这外交部啊 就向上做了报告 说呢 这个韩国和中国建交以后啊 为朝鲜的外交呢 注入了新活力 虽然说呢 我们声明过我们的这个自主对外政策 迄今为止呢 这个国际社会也仍然呢 将这个朝鲜 作为苏联和中国的一个卫星国 不过呢 你现在这个苏联垮台了 又跟这个韩国建交了 这个借此机会呢 其实更能够让我们朝鲜啊 有机会展现我们是一个自主的国家 那么未来呢 就会进一步的强化 这个朝鲜对外的这个地位 从此呢 我们还可以打开 这个跟美国能够对上话的 这个对话的大门 另一方面呢 也可以推动啊 与欧洲和亚洲 拉丁美洲的这些关系的发展 这报告递上去了以后呢 金日成和金正日啊 马上就下达了一个指示 先是呢 就是邀请这个 这俩人呢 9月份到这个 朝鲜来 因为在这之前啊 其实当时朝鲜啊 已经就是通过这个意大利 有一个对外交流的一个 财政小组 哎 经过一个协商 想呢 借1亿美元 这个 在这个同时啊 正好呢 也是这个朝鲜啊 跟那个苏联解体了以后 那些独立出来的 这些11个国家呢 也开始建立这个外交关系 不过啊 就是因为大概这个 苏联在那边的影响力啊 已经不大了嘛 而且加上这些啊 已跟这些小国建的 这些外交关系啊 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 而这个时候 正好意大利呢 提议呢 要来平壤啊 让这个金家父子啊 特别的欢喜 这个李中贺啊 在意大利那时候呢 正好担任这个联合国 粮食署的这个FAO啊 这个的代表 应该说呢 这个在这个事业上 一直进行的 还是相当顺利的 而且呢 也深获好评 这个李中贺啊 是这个朝鲜 有一个著名的一个作家 李奇勇的儿子 当时呢 是这个任这个朝鲜亚太 和平委员会的副委员长 有点像咱们的政协 似的那种的啊 经常啊 也会在这个 跟韩国的会谈中呢 他也会露面 历史上啊 这个意大利这个国会里边啊 像这种这个社会党啊 共产党啊 一直是有强大的影响力的 到了冷战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共产党 稍微落下来点了嘛 但是呢 影响力还是有的 冷战结束以后呢 这意大利的国会啊 就要求他的政府 考虑呢 跟这个北朝鲜啊 建立外交关系 当时呢 正好不是北朝鲜 想借一亿美元吗 所以呢 意大利政府觉得呢 现在是这个建交的时间点了 哎 势在必得 要不然的话 我也没有这个 呃 由头给你这钱啊 我在国会我也偷不过呀 当时啊 这个儿子金日成啊 呃 不是 这个儿子 那个 那个父亲金日成啊 呃 特别高兴 而且呢 就给他们下达的指示啊 也很详细 就是满心期待的说啊 这个 意大利啊 在欧洲 一直是具有高度自主性的一个国家 哎 他呢 这个派到我们这个大使啊 到我们国家来啊 这个探访啊 呃 应该说 其实就是 开启了两个朝鲜的新时代 应该说啊 呃 我们加入这个联合国 意大利呢 也觉得呢 哎 应该跟朝鲜也建立这种 跟韩国一样的等距离外交 如果说啊 一切进行的顺利的话 跟意大利建交了 那么呢 我会亲自去借鉴这个意大利大使的 应该说啊 他肯定是特别的激动 所以呢 这个交代下来的这个指示啊 也非常的具体 具体到了啊 就是方方面面吧 比如说吧 就是 这个指示说啊 呃 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大使 一行来访 哎 我保持高度期待 党呢 也会全力的呃支持 协助这个跟这个意大利啊 递交这个外交关系 我们呢 要好好的接待 才能够如期收到人家意大利的 一亿美元的借款 另外呢 就是一定要安排大使这一行人啊 投诉到我们那个最高级的 那个高利饭店里 而且要住在那个最高楼层的 国家元首级的那个高级套房里 另外呢 就是要提供最顶级的这个车 还有呢 这个餐点啊 都要是最丰盛最顶级的 另外就具体的啊 就不是过去一来了 什么国家元首啊 就特别爱用那个那个 呃 什么万寿那个大剧院啊 参观演出吗 说不要 这回啊 由这个江西柱 哎 第一副总理亲自指挥 在这个党中央委员会的那个木栏馆 来筹备这个演出 完了呢 我呢 一定会让那个他最喜欢的啊 那个欢乐的那个清音乐的那什么 王再山音乐团 还有那个普天宝什么电子乐团啊 呃 表演 另外呢 另外呢就说这个大使这一行他们肯定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跟我们朝鲜怎么能够有经济往来建立一个什么样程度的经济关系 所以啊呃必须告知39号 他说的这39号呢就是朝鲜劳动党的财政部 说跟39号说 带着大使这一帮人去江源到那个文川 制炼厂 去看看我们的金库啊 跟他看看他们一看我们的金库肯定惊讶的何不拢嘴就我我称金子了 我有的是钱我跟你借这一美元我是有底子的 完了又说说这意大利一看肯定会缠着我吗赶紧的咱们就建建交吧建交吧 而且还详细的说啊 去这个文川这个制炼所啊 一定要搭乘直升飞机去 不要开车 因为一开车呀就暴露出我们的道路状况不佳了 那么落后的那种实情就漏出来了 这都已经具体到这个地步了啊 也是国家也不大 你让他不这么说 他没得说再下指示 江西柱啊 在1992年的时候 秋天不是让这个大概是可能不听话吧 就被这个金正日啊给批了一顿嘛 完了以后直接就给下饭了嘛 在他们那叫革命化啊 他们不叫下放就起了个名叫革命化 跑到这个给他发配到这个平壤啊 近郊有一个农场 干嘛呢让他去挖那个 猪圈的粪 粪便去 清理猪圈 就这么干了一个多月 哎突然一下啊就是收到了金正日的这个召唤了 回归到了这个工作岗位 这个等于啊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大使啊 访这个北朝鲜啊 这个江西柱刚回来 大概也是因为这个才让他回来 也说不定啊 反正就是收拾收拾你让你老实点听话呗 所以啊其实他呢当时啊跟这个金正日的关系啊 有一些呃看得出来就是很拘谨也很尴尬 金正日呢就 把他最喜欢的啊 的那个他不是喜欢音乐吗 整天鼓的这个 就那个什么那个电子音乐的那个清乐团啊什么的啊 这个排练这个重大责任都交给了这个江西柱 这两组乐团啊 就是金正日的欢乐组 哎 一有什么活动啊就把他们拿出来呃表演表演 江西柱呢那肯定是就是致死不渝的忠诚啊 就开始忙活 他呢先委托这个欧洲局欧洲局的那个局长啊叫金与林的 完了呢就负责啊这安排这个整个的代表团的这个游览 另外呢就是翻译指定的就是一个叫崔善姬的 另外呢就是这个太友号老太 这个崔善姬呢是负责大使夫人的这个翻译 老太呢是负责这个罗西大使和那个菲尼局长 哎做他们的翻译 这个崔善姬啊是一个非常了解美国的一个美国通 哎现在啊你在那个韩国电视上那老太现在啊呃这不跑出来了吗就经常能在韩国电视上也能看到他 因为他他现在是朝鲜的外交部长了已经 当时他跑的时候啊这个崔 是美国的局长 美国就是外交部美国局的局长 人现在是已经升到外交部长了 意大利这个代表团啊抵达的前一天啊这个专门啊还在这个江西柱的办公室里啊开了一个会 完了这个江西柱啊就那个又兴奋又激动的啊那个激昂的就开始给他们下达指示 说这个领袖和这个指导者 指导者就是儿子金正日啊 这都起的这种名啊 很关心这件事啊 你们都知道的 我就长话短说了 我们呢要随时向这个指导者就那个儿子金正日 汇报 而且啊我们要观察这个大使团啊这代表团一行人的一举欲动 因为啊领袖大人和这个指导者啊 他们特别想知道代表团每一个人的详细资料 等这个代表团抵达后啊 要把这个他们的这些人的这个兴趣啊爱好啊 家庭关系等等啊都要详细的汇报上来 关于这个代表团的动向啊 领袖亲自指示了 要这个金西正局长啊 呃报告 不过啊 我现在提醒大家一点 你们要铭记在心啊 咱们所有外交部的事情 都要先跟这个金正日 就这个儿子先汇报 然后由他来向领袖汇报 知道了吗 这是党内的汇报的程序 注意啊都得给我遵守 这里边就有政治 是不是 其实啊这个这个程序啊早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了 太有化了也早就知道啊 呃所有的事都得先跟金正日说 完了金正日再向金正日汇报 但是这么重点的去提醒 还是让他很惊讶 大概啊 我觉得啊 这个金正日给他轰到猪圈去啊 肯定是这个以前这个江西柱 越族了 你知道吗 肯定有啥事啊 直接先捅到金日成那去了 收拾收拾你吧 不听我话 我把我当什么了 是吧 我说的 我猜的 从这个平壤机场啊到那个高丽饭店啊 呃差不多开车三十分钟吧 太永浩呢就在这段时间啊 跟这个代表团呢就搭车一块走嘛 所以他就想啊 有一搭微搭啊 通过聊天啊 很有技巧的 他去了解这些人的个人资料 他的观察就发现啊 这个罗西大使啊 跟他的夫人啊 在这个车内 是用的意大利语在交谈的 虽然他听不太懂啊 两人聊的是什么 但是呢 他能感觉出来 这个夫人的意大利语啊 不是很流畅 于是呢 这个太永浩就问这个大使夫人 说你在意大利哪儿出生的呀 夫人说我不是意大利人 我是埃及人 而且啊 这还说了 他跟现在的这个联合国秘书长 哎 那个盖里 俩人是表兄妹 抵达这个高丽饭店里后啊 正在这办理入住手续嘛 这个老太呢 又跟那个费尼局长 就是那意大利那个亚洲局的局长 又开始聊了几句 哎 他感觉啊 这人好像懂点韩语 于是呢 他就问 说你是不是会一点 说我们韩国话呀 结果人家说 我会一点 完了这老太就赶紧问 哪学的呀 我妻子是韩国人 所以我稍微懂一点 俩人呢 又交谈了一会儿 完了呢 结果这个老太就问 那你访问我们这北朝鲜 那南韩的那个住意大利的大使馆 没什么动静啊 你应该跟他们也算是交情匪浅吧 结果这个费尼局长说 虽然说啊 我跟一个韩国女人结了婚了 可是呢 我觉得啊 在政治上啊 对于你们这个半岛上的这个南北两方 我们都是对等的 平等对待 我来平常之前啊 也跟这个韩国大使啊 见过一面 他问我了 说我们到底这目的来是干嘛呀 而且呢 也要求了 说我们回去啊 跟人家沟通沟通 把我们这个结果啊 跟人说一声 于是呢 这个老太呢 又问 那那个韩国大使叫什么呀 好像是叫李其周啊 这时候呢 这饭店柜台啊 就有人跑过来说 说有你的电话 找这个老太的 说是那个 他们那个主管的 那个外事局的那个局长啊 那个全喜什么来着 全西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长全喜 给他打电话 这电话啊 就说呢 如果说啊 金日成要跟你要报告 你呀 随便找一个借口 回避一下 就说呀 那个 我得办这个入住手续啊 陪着人家进房间啊 然后我再下午汇报 这个 结果啊 本来他都是想啊 这么说的 因为可能是觉得人家汇报晚了吧 是催他了 结果这个局长啊 一直是一个本来啊 就是个温文尔雅的一个人 从来不对人啊 大吼大叫的 结果这老太啊 刚一拿起话筒 就听见那边不耐烦的 在那大嗓子嚷嚷 你叫什么 你职责是什么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 你什么时候进的这个外交部 领袖在等报告呢 你想挨骂呀 其实啊 你说他不知道吗 啊 这个党内的这个汇报程序 先得告金正日 金正日再告金日成 可能啊 是因为啊 这家伙估计也是不断的 这个金日成啊 老给他打电话 催的催的 他也心急活了 烦你知道吗 于是呢 就冲着老太发上脾气了 这老太呢 赶紧就说 哎呀 这不是正办着入住手续呢吗 我这时候还跟人家在这聊着呢 我不让您来电话了 后来啊 老太听说啊 这个金家父子啊 特别的感到庆幸 因为呢 就一个是呢 就是这个大使夫人 跟联合国秘书长盖礼 居然是表兄妹 而这个盖礼啊 是一个强烈反美的人 不过呢 也有不满意的呢 就是那个菲尼的局长老婆 是一个韩国人 好 我们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